找三找个对象 我不着急 先渴着观众来 这马上过年了 大龄单身男女 百分百又要被催婚 七大姑八大姨见面 肯定都会问的 有对象没 啥时候找啊 先找啥样的呀 面对这灵婚三问 你说谁不迷糊呀 咱沈阳那热线会员小姜 就是个监察子 找到咱们热线红娘彤彤了 咱这一看 这姑娘终了啊 众里群他千百度 热线红娘来相助 大家好 我是热线红娘彤彤 今天找咱帮忙的 是沈阳的小姜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来猜猜她的职业 同学们 上课之前 老师已经让大家 预计了领域的相关资料 那哪位同学来说一说 你所预计的领域 是怎样的呢 好 你来说一下 小姜是90年的 今年是31周岁 现在是在编的高中班主任 月收录是7000左右 老家是复兴式的 现在是 目前是在沈阳工作 我都介绍这么多了 那赶紧请上本人吧 大家好 我是小姜 平时呢 我是一个非常严肃的 高中班主任 但是私底下呢 我是一个非常幽默 活泼 爱说爱笑的这样一个人 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说 为自己争本 为自己找对象 首先我觉得 在工作岗位中 没有遇到合适的 再有 我觉得咱们这个大众媒体 受众非常广 所以这个范围更好找 回忆我觉得 再有一个我看 同龄人大多数人都结婚了 所以我也想 尽快成立一个家庭 小姜是辽宁师范大学毕业的 毕业之后呢 一直在培训机构上班 半年前刚刚来到高中 当上班主任 小姜的父亲呢 在他中考那年就过世了 现在家里只剩下母亲和弟弟 他当时生了一场病 叫主动卖加层瘤 那这个事情对你来说 是不是打击也特别大 对 打击非常大 我整个高中都是混合不合 那你现在母亲在哪 在你身边吗 还是在家 母亲还是在老家那边 然后我母亲 她是国企的员工 然后她今年退休了 退休 然后她有退休金 然后也有保险 然后我弟弟 他也在沈阳工作 今年25岁了 小姜呢 平时业余爱好呢 是旅行 他希望蔚来的另一半 能有同样的爱好 两个人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希望她身高1米73以上吧 但是不要太高 然后上进 希望她有一个正式的工作 然后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一定要对我好 她家在沈阳市内 或者市外都可以 只要她工作在沈阳就可以了 我希望她也能有一个正式的工作 就是你希望你未来男朋友 只要家是在辽宁省内 然后工作在沈阳就可以 对不对 最好是同龄人吧 同龄人 你看你是90了 她可不可以在八级 八级到九级之间 这个距离是能接受的 我觉得如果要是 如果要是特别重义的话 我可能也会放快这个年龄 就是 咱主要看人 对 是意思不 对 年龄不重要 对对对 如果你觉得小姜和你演员 是你想共度余生的那个人 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下入大海热线会员 来给红娘彤彤来留言 如果您想找个伙伴 或者给儿女找对象呢 热线红娘签红线 快嫁会员 来留言 小姜这个职业好 以后有孩子自己能辅导啊 那你那心眼子咋那么多啊你 如果您觉得31岁的小姜 人不如错 和您呢有演员 是您的菜 那就赶紧跟咱们联系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是单身 也想为自己找对象 那就赶紧拨打电话 024 2318 7222 或者 小姜